其實這間屋對我來說最大的那種感覺 就是當我夜晚被下班的時候回來 開了幾個燈 打開一個窗 整間屋那種感覺變得很寧靜 我相信是因為那個設計 令到這間屋沒有什麼多餘的雜物 所有東西都是放得很妥貼的 令我回來坐下來的時候 我都很放鬆 這個藥膜500呎不算太大的單位 怎樣才可以看上去大一點呢 原來顏色的運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六陽新村的單位 全屋差不多每一部分都是用白色來做成的 每一件傢俬、牆身都不是外 感覺自然舒服之餘 加上燈光的巧妙運用 全屋都很光亮、很通透 楊先生在預備裝修之前都做過很多research 究竟他做過什麼資料搜集呢 我們都看過很多關於裝修的雜誌 還有上過很多網站的網站都看過 我們都有去過一些大的家事店 看過人家的實體裝修怎樣 從中都拿了很多意見 最終為什麼會選擇設計情報中心呢 你們的套餐、價錢 以及你們的同事的服務態度 都讓我們很滿意 所以我們就很滿意 楊先生是第一次找設計裝修公司 來到裝修家裡的 那什麼令到這麼大的信心 將整個項目加給我們公司去處理呢 我覺得我們來你們門市的時間 另一位同事叫ID 他就是負責我們的 ID給了很大的信心 我們當初 譬如說我進去 我都是沒有頭髒 什麼都在教 但他問我 你想著怎樣做 我又想家裡簡單一點 盡量淺色為主 我說完這幾句很簡單的說話 ID給了幾本雜誌給我看 就是說你不是想做這件事 他給我和我看 和我想像很接近 我覺得他真的很尊嚴 然後大家再談下去的時間 他很快去出圖給我看 其實在未找你們之前 我們都行過很多間的裝修公司 但是其實很多間 他們的前度工夫不是做得那麼足 就是給我信心不是那麼求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ID 他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因為你看到我家裡 其實是白色 其實很不髒的 或者是有些地方 可能你high-fire一下 那些裂痕 比其他的裝修 會很明顯 但是你們告訴我 你有三年的時候 服務呢 即是保養 變成我很放心 去選擇白色為主 因為變成有些什麼 裂痕 或者有些脫妝的地方 我打電話 你們就很快安排同學 去跟進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我非常之滿意 整個裝修的過程裏面 屋住一家人 都很少時間留在香港 那這個裝修 project 又是誰去跟進的呢 我們譬如說ID 她畫了圖之後 她就會fax或者發 email給我們 我們覺得設計沒問題之後 ID就會選擇了物料 選擇了swatch 她刷了 email給我們 其實整個過程 我們就跟ID 出去去旺角 選擇那次專人 其他東西都她說 即是她幫我做決定 她給了顏色 給了尺寸價錢我們 ABC這樣 那為何我們選了 才能找對的東西 做出來的效果都可以 在整個室內設計裏面 戶主就提議了 用白色做主要的顏色 那其他的設計構思 又是怎樣來的 一間簡單的屋 它都是以一個單色為主 還有自己本身 我們的預算不是那麼多 那我跟ID相對我之後 其實發覺 如果做一些比較淺色的 的Tone 那對一間屋的空間 會比較多 所以我最好 我們決定用白色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間屋不是那麼複雜 我們實際上 家具不是那麼多 ID它用了一些櫃 是比較貼長一些 那變成我們的空間 那麼多了很多 其實大部分的 譬如說櫃 你可以看到一些門的 details 都是ID給我們 整間白色為主題的屋 裝飾好都很符合到 屋主楊先生的心水 那究竟它最滿意 這一間屋的哪一部分 我想 是個廳 是個廳 因為 其實你要看到 某間屋的尺寸 就不是那麼大 但是 你們跟我想到 這間屋 做出來 不像一間這麼小的屋 這間屋的專業知識 又能否能夠 令到屋主楊先生 滿意呢 那在整個裝修過程裡面 其實ID幫了我們很多 因為當初我們 其實我上班 不是那麼多時間可以跟到的 那在無論買料 那些傢俬怎樣分配 甚至乎你燈的光源 怎樣做法 這些全的ID都和我想了 所以 其實整間屋的 我不是參與那麼多 應該就是 這間屋 現在 你看到 現在蒸得這麼漂亮 所有功能 應該歸它 在消費者的角度裡面 交貨期準 究竟做不重要 絕對重要 因為當初 譬如說 如果一間屋 不能准時交的話 我也不知道在哪裏 但這個問題 你們公司處理得非常之好 每一個想裝修的人 都會有自己一個 裝修費的預算 但當他們接觸了設計師之後 發覺原來 有一些必須要的開支 是他們之前沒有預料得到的 在這個時候 設計情報公司的 這間屋的顏色一期 就可以幫到他們 一定打得到的 但幸好 你們公司有一個 分歧的服務 可以令到我們 更加靈活 他融合 一手上的線 最後 都可以另外一間 做到的事 我們都想要保錡 有機會的話 楊先生會不會都介紹 設計情報中心 給其他顏色 絕對會